大家好 我是小刀 今天我带着家里面人来到了乌苏岭江畔 对面就是俄罗斯 本来想看一下跑江牌开江 但是现在时间还没到 通常都是4月10号左右 运气好的话能赶上那一天跑江牌 不然的话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景 我们家从端红开车到这也就一个半小时这个样 没有消息不灵通 不知道他该开江 要知道开江来看一下跑江牌那儿就壮观了 你在这摔一下 刚刚也听那个师傅说了 这个开江有文开和武开 他们通常这个冰牌挤在一起 都能堆成20米的小山 然后就听那个轰隆轰隆的声音 轰隆轰隆的响 那叫五开 然后闻开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平静 走啦走走走啦 啊真走了 看来还没大事呢 哇这一大块 你看他走了 他今天挺是10号 这他还没走了 对啊哇哇哇离远点啊大锅 你们上来吧离远点啊这个一会再退跑了 师傅你小心点啊那会要起来了 我们也是第一次看跑逼用牌 太壮观了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啊 今天真是时候哈 嗯 听牌 今天头天来这儿就赶上了哈 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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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岸 今天我们来 我还往上怼 往这边掉 太没想了 对了还动 你看还往上 他还要上呢 今天谁看谁发财 今天咱们都没想到哈 能开江 是开江 无数里江开江了 我们今天运气太好了 感觉呢 对对对 冰牌 我们也没想到 今天就是碰巧 说是感觉天还挺好的 说来看一下 没有想到真的是开江了 以为还能等几天呢 对啊 正常每年都是十来号开江 这是文凯文凯 那个五开的话 应该就不止怼在岸上这一点了 对对面就是俄罗斯了 就是邻国的 船真的是都刮过来了 刚才离老远了 都给船淡过来了 离那边远点啊 妈你 我给船淡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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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船淡过来